《東京十個悠閒景點》 大家好,我是東京的鮑伯 今天我要來介紹鮑伯喜歡的東京十個悠閒景點 這次介紹區域的熱門程度或範圍大好多不一 鮑伯企劃這部影片是依照自己想放鬆的時候最想去的哪十個地方 雖然是用這種方式決定 但相信這部影片應該還是可以幫到大家的行程規劃 等等立溪谷 等等立溪谷是東京23區的唯一一個溪谷 範圍大概一公里長 這裡夏天非常適合避暑 而且溪谷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餐廳販賣剉冰 走到溪谷的下游之處 稍稍往上排可以看到一個日式庭園 另外也推薦溪谷旁邊的AUTO餐廳吃個義式料理欣賞溪谷景色 鮑伯喜歡這邊的原因是雖然整體範圍並沒有很大 但已經踏進溪谷基本上完全看不到城市的建築 感覺不出來自己還是在東京的23區內 學著自己置身在大自然之中 可以悠閒的散步享受好空氣 津克達的歷史要追溯到16世紀 在1590年的時候 原本居住於大阪茨克達的漁夫搬到這裡來 以故鄉茨克達命名這個地方 觀光極點的話有源於大阪 祈求海上安全的駐籍神社於17世紀建立於此 還有位於狹小巷子裡面的茨克達天台地藏尊 茨克達是鮑勃這兩年來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這裡充滿十分夏天的感覺 而且沒有什麼觀光客 推薦由這個方向拍張照 茨克達小橋搭配新蓋好的超高大樓的衝突感十分有特色 另外這裡靠海 還可以在石川島公園散步吹海風 離岳島也不遠 可以吃吃看岳島知名的文字燒 石神井公園開源於1959年 佔地約20萬平方公尺 這裡在15世紀的時候曾經石神井城所在地 所以是一個非常歷史的公園 公園環繞著被指定為東京都時機的三寶四池 以及石神井池 另外三寶四池沼澤子物群落也被指定為文化財 雖然比名氣或是比大小 石神井公園絕對比東京的很多公園知名度低很多 但也是這個原因公園顯得悠閒許多 尤其是找個好位置欣賞胡錦真的很愜意 清晨白河 由於藍瓶咖啡2014年的進駐 清晨白河近幾年來變成當地人 以及觀光客的熱門閉房景點 現在也變成咖啡店基站區 除了咖啡店以外 充滿夏天風味清晨白河可以參觀的景點非常多 比方說清晨庭園 深川江戶資料館等等 也有不少好吃的日北料理 比方說深川素的深川飯 或是開業於1924年的老店哥蓬宮 雖然是知名觀光景點 但清晨白河的咖啡店並不是集中在一個區域 所以感覺起來並沒有很多人 這也是讓鮑勃喜歡來這裡放鬆的最大理由 喝個咖啡只要往河畔走 享受一下夕陽的感覺真的很讚 知公園 知公園1873年開園 是日本最古老的公園之一 佔地約12萬平方公尺 最初是真上寺內的公園地 但戰後的政教分離相發興起 真上寺的公園也成為獨立無宗教色彩 新興遊具以及體育設施齊全的都立公園 Bobbo最喜歡知公園的草皮 可以直接看到東京鐵塔的全貌 帶給野餐店坐在草皮上悠閒的看書 過一個下午真很棒 江戶東京建築園 江戶東京建築園於1993年開園 園內不僅有各地搬遷過來的歷史建築及文物 比方說江戶時代後期的集業家 或是20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高橋士卿的宅邸 同時也在線了古時江戶街景 作為保護和傳承古江戶文化 江戶東京建築園可以讓你一次拜訪 30幾棟日本不同時期的建築 Bobbo很喜歡悠閒的走在這個園區好好享受歷史 夜晚的台場 台場原先是江戶時代為了保護東京免獸來自海上公集所建造的 然後在1990年代成為東京都的第七個復讀星計畫 後來經過公司廠商等等的進駐就變成現在的模樣 台場由於地還蠻廣的 白天的時候就已經是個可以優先放鬆的地方 但如果想要真正的優先不被打擾 建議晚上八點的時候來這邊散步 可以享受超級美的東京夜景 有時候甚至整個沙灘就只有你一個人 有種私人海灘的感覺 Bobbo很喜歡下班的時候來台場散步書牙 夜晚的玩之內 玩之內位於東京車站旁 在2000年代有三菱重化 讓這裡變成日本最繁華的金融商業區域 這裡有4300家企業以及約1000多家商店 這邊過了下班時間人潮散去會搖身一遍 變成一個非常可以悠閒散步的地方 尤其是玩之內重通的行道樹 以及歐峰的石板路 真的讓人感覺置身歐洲 這裡是鮑勃下班之後最常散步的路線 這裡在東京的時候行道樹上會有燈飾 讓整個街道看起來更加的浪漫 另外到新玩之內大樓的七樓 可以從最棒的角度跳往東京車站 王偉以及阿里斯卡瓦境地公園 光偉為東京都最具代表性的高級住宅區 也聚集了各國大使館 由於很多外國人住在此地 讓整個區域變得非常的國際化 感覺跟台北市的天幕有點像 雖然比起一線商圈 廣偉的餐廳和店鋪並沒有很多 也是因為這樣觀光客並不會很多 反倒是可以悠閒地在這裡吃個中餐 買個點心 然後散步到適合乘良的阿里斯卡瓦紀念公園 享受一下城市中的大自然 這個地方是鮑勃以前中午吃飯的時間 最喜歡來放空的地方 如果剛剛介紹的地方 算是一線到三線的觀光景點 桃園川綠道可以算是三十線 雖然大家可能也不會特別來到這邊 但這的確是鮑勃最喜歡的悠閒景點 這個地方離鮑勃家很近 在叫長三公里多的綠道走一圈看看花花草草真的很放鬆 而且從這邊可以一路走到新宿 也算是交通便捷 以上就是鮑勃喜歡的東京悠閒景點啦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請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以後我有機會的話會再多做這種類型的影片 我是鮑勃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